3 2 1 起 啟動 屏東國際華倫溜冰正式啟用 來賓一同拉開彩帶 申告全台首座亞洲為二的國際賽事標準規格 華倫溜冰場正式在屏東潮州啟用 這個符合最新國際賽事規格的辦事內泡物限席 200公尺賽道溜冰場可容納於1000名觀眾進場觀賽 不僅可提升選手的訓練品質 更是國內及周邊國家選手一地訓練的首選 我們在整個國際直排輪或是華倫溜冰競速也好 或是各種競賽也好 都是我們這個國際競賽的金牌搖籃 那屏東縣政府也特別因應我們所有選手的需求 把它打造一個既國際標準也符合國際標準 同時也兼具綠能智能以及節能 那同時也是我們台灣首座的 第一座的室內的這樣的一個球場 我們屏東直排輪國際場域啟用典禮 在這邊首先要謝謝我們縣長 對於我們這個直排輪的國際比賽場域公共建設的支持 大家也都知道我們潮州是一個直排輪金牌選手的一個培育的重鎮 早期在我們整個場域裡面比較簡陋 現在我們這個場館今天正式啟用 也期待我們這個國際比賽的場域啟用 能夠帶動我們潮州的經濟活絡 近速溜冰近年已成為屏東運動強項 未來這裡將作為台灣華倫六兵發展基地 並有助爭取全國及國際及華倫六兵賽事至屏東舉辦 另外在縣府及潮州政公所努力下 附近也興建了棒球場以及華倫六兵共入賽道 預計明年都能完工請用 同時在這個球場的中心與球場做中心 臨近將近6.1公頃 我們不但還有這個羽球、排球、網球 甚至也另外僻建了一個棒球場 讓這邊真正名副其實的變成了運動公園 所以公園透過整體規劃也呼應了整個原來游泳池 那這個運動公園也整體增加了一些長輩 長者的一種體勢能的設施 讓它是一個去運動、休憩、休閒、養老 甚至一個全民的首屬的一個專屬公園 未來國際華倫六兵場除了提供專業選手訓練外 更整合周邊發展華倫六兵的學校 配合屏東縣三級五區體育人才培育制度 將華倫六兵向下扎根 從基層培育選手並規劃完整銜接的神學管道 讓他們有機會在賽場上大顯身手為國爭光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